我真的很想請問一下 到底我們有多少人了解 也看得懂書發部你們在做什麼東西 大家都是猛叉叉 請你們不要抽象化 具體化 不然的話大家都會誤會你們 其實就是總統府底下的一個網軍而已 我在這邊要說明一下 謝謝 那個其實我在總質詢也好 或者是給這個書發部公文也好 我對於你們書發部儲物歸層裡面有20條 第11條我有非常大的疑問 這也是外界我去尋求很多的科技界的朋友 你的民主網絡是掌理的有七項 但是第三個裡面你只有講到 公民科技倫理跟自律規範的 國際接軌協調和推動 那請問一下這所謂的公民自律 跟還有科技倫理是只有公民嗎 我們的政府難道不用嗎 企業難道不用嗎 我覺得這一個部分是有很大的問題 是不是能夠說明一下 好 謝謝有人給我機會說明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對政府內部 以及對關鍵基礎設施 很多的要求是在資安署 我們對企業界很多的這個 是寫在我們產業署 這兩個都各自有署來辦理 那所以我們在部裡面的各司 特別是民主網絡司 主要是對國際的公民社會 是這樣在分工 請問一下你們對國際的公民社會是 你應該知道前幾天在歐盟那邊 有一些被罰款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些的 想法跟想像 因為美國臉書公司Meta 它違反歐盟的隱私規矩 所以罰了將近4億的歐元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在未來的規劃上面 在你們會嗎 有我今晚就會去歐洲 我會帶美國網絡司去立陶宛 會做這方面的討論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這部分的 不僅僅是公民有倫理規範 我們政府應該也要有倫理規範 當然 但是你第11條並沒有寫 因為儲物規程是在講 它的組織的長理 所以有的時候 它比方說資安的規範 我們不會寫在私裏 會寫在資安署的執掌裡面 那資安署的執掌在哪裡 你可以讓我看一下嗎 就是資安署也有它自己的出入規程 那你能不能把這個規定 我可以給你沒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 如果說是這個 所謂的公民科技倫理智利 只有公民的話 我覺得並不公平 我同意 你同意吧 因為產業署是處理對企業的部分 資安署是我們關鍵基礎設施 防護的部分 這兩個也各自再加上民主網絡 都有它的角色 我在書面提供給委員 因為我給你們公文 你們並沒有給我 那我會請梁署提供給委員 所以我今天本來是要建議 凍結你們10%的 那如果是這樣 我凍結5%好不好 等到把你們 有最好的話就給我 好嗎 謝謝 這樣啦 如果妳問的問題 我發現妳也很專業 我是問過很多人 我不是很專業 因為非常多人非常關心 師主各有執掌 那 那 部長也今晚也要出國了嘛 也就要處理這些事情嘛 和國際接軌 我自己覺得 妳的利益方向都不錯 有政府的部分 也有跨國平台 企業工作 不同的執掌 師主的執掌 是不是這樣 把主任意再稍微修整一下 我們就不要凍結 改組結一下 不要凍結啦 我認為就是說 事實上 我們對於這個 訴發部的錢 凍結的非常少 而且他們預算非常多 在我們總質詢的時候 我相信各位在場的委員 併到委員會好不好 因為委員會已經動了10分之1了 建議就併過去 併過去 直接寫好一點 更多寫好一點 不然妳的利益 妳的關係的問題 把它寫清楚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我的建議在這裡 我不管訴發部是新成立的一個部會 但是我真的很想請問一下 到底我們有多少人了解 也看得懂 訴發部你們在做什麼東西 那雖然妳的訴規程裡面都有寫的 但是都非常衝向 非常籠統 那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訴發部 你們能夠講得更清楚 讓全民了解 到底你們要做什麼好不好 如果說這個部分 你們願意在這個三個月之內 提出這樣子的一個規 這樣子的一個說明的話 我當然凍結的錢 我可以堅持不凍結 但最重要的是全民要懂啦 我相信113個立法委員 要懂這個人 其實是不多的 大家都是猛XX 而且妳是非常抽象的 我希望妳能夠把抽象 把它具體 把它更實際化 讓大家了解 數位發展部 你們到底要做什麼 更何況民主網絡司 司長好像都還沒有 還沒有任命 有代理司長 對有代理司長 但是司長都還沒有任命 我們想質詢都不曉得 質詢要誰 所以我想數位發展部 你們應該要更加努力 讓全民都了解 到底你們要做什麼事情 不然的話 大家都會誤會你們 其實就是總統府底下的 一個網軍而已 我覺得這樣子對你們也不公平 當然沒有這個部分 好不好 所以你們說清楚講明白 那我接受這個那個 總召的意見 就是定案在裡面 然後三個月提出一個說明 說明報告 而且請你們不要抽象話 具體話 然後讓大家明白 讓大家全民都看得懂 好不好 好 我先全民主黨都請